字幕提供 援警一手抓著男子 準備把他帶回警局 因為就在幾個小時前 他動手打傷自己的女友 過程中衝突不斷 還引起住戶抗議 原來五月十五號當天 張姓男子玩到凌晨一點才回家 女友不滿和他起爭執 兩人從凌晨一點吵到晚上九點 整整二十個小時 最後男友受不了砸破玻璃攻擊女友 導致他腦出血 左手手筋斷裂 多處撕裂傷 事後兩人自行就醫 醫院通知家屬到場 爸爸急得立刻報警 還好女人手術後沒有生命危險 但卻驗出PCR陽性 告知張姓男的權利後隨即逮捕 警方直接結束證明 緊急申請緊保護令 事後男方被一一殺人未遂 恐嚇罪嫌移送 訓後也以十萬元交保 只是男女朋友吵架 若遇上暴力衝突 不管多愛對方 都要懂得保護自己 不要實打一一三專線求救 阻止漢事發生 反而新聞告訴劉俊男 台北報導 觀眾朋友有一件事情 不知道你們做了嗎 那就是趕快來訂閱我們的 CH52華視的頻道 而且記得喔 一定要幫我們分享 按讚還有開啟小鈴鐺